哈喽各位好,欢迎回到镇权长在欧洲 相信关心经济的朋友已经看到了 就在6月15号美联储决定继续加息0.75个百分点 这一操作直接导致股市大跌 动作仅仅是个开始 美国今年还会再有两到三次的加息 试图通过这种方式来抑制通货膨胀 而未来对失业率的预测也大大的提升 很可能全球的经济会陷入一个经济萧条的一段时期 其实经济萧条早就应该到来了 只不过在疫情开始的时候 各国政府发钱也好,大量的印钱也好 就把经济萧条给推迟了 还造成了前面一两年的一个经济假繁荣 真正的监控时刻也许才刚刚开始 前面给大家介绍了一个最近的经济环境 在这样的一个经济环境下 对澳洲的经济市场会有一个什么影响呢 那大家都知道澳洲的经济会紧紧跟随美国 大约比美国之后三到六个月的样子 那在这样一个情况下 我们这些老百姓又该如何应对呢 特别是对于房屋买卖 房屋租赁市场 我们又该做哪些准备呢 这一期啊 转长不说房屋买卖 说一说房屋租赁市场 对已经有投资房的朋友呢 提供一些个参考 那这一次呢 我们有幸请到了海叶儿同学 也是我的老夫大人 那么我们有请海叶儿同学 大家好 那可能熟悉我们的同学啊知道 那海叶儿同学的英文名字呢 叫塞拉 那简单的介绍一下塞拉同学 塞拉同学呢 那么呢 我们开始来到昆山以后呢 我们就买了一个小区 那仅仅的是管理一个小区的物业 那再后来呢 我们把这个小区呢 卖掉 塞拉同学呢 那继续在这个黄金海岸运动员村 管理这个租赁市场 那他现任呢 某知名房地产公司的资深物业管理经理 那经过他手管理的物业呢 那么也至少有上千套了 那处理各种复杂的case呢 也是啊 数不胜数 那光是啊 代表业主出庭 那就不下十几次了 可以说呀 是啊 身经本战 那我今天呢 就站在一个业主的角度 去啊 问塞拉同学 一些给大家所关心的问题 那希望这些问题的解答 对大家呢 真的呢 有所帮助 那么在视频的最后呢 我会和大家探讨一下 在这个啊 不断加息的情况下 每个月还款 不断的增加的情况下 那么有投资房的朋友 特别是呢 对于租金这一块 应该如何应对呢 那如果你是第一次来的朋友 别忘了 点击定义 你可以打开旁边的小铃铛 这样你也不会错过啊 我后面的视频 那我这个栏目呢 是一个关于澳洲生活 户外 及啊 房产的栏目 订阅我的频道后呢 也可以啊 加我的微信 我拉您进我的户外型 或者是房产群 如果您是有秀物的用户 我的微信号 在我的视频描述区里面 如果您是在别的视频平台 那么 请私信我 我给您我的微信联系方式 好了 那我们就啊 废话不多说了 正式进入这个 提问环节 那有很多朋友啊 买好的投资房 觉得犯事大吉了 而对投资房 后续的出租啊 管理工作也没有什么头绪 普遍的认为呢 找一个啊 收费低的物业公司 省钱又省事 那真的是这么简单吗 如果换位思考 我作为投资业主的 我也希望少花 少花钱都办事 但是其实 不管是人工 还是时间 还是各种 都是需要成本投入的 但当然成本投入低 您所得到的 相应的服务和回报 也就相应的会降低 特别是它的质量会降低 所以呢 费用低 不是唯一衡量 您的好物馆的标准 我认为合理的收费 有经验的公司 有好口碑的物馆 是您的首选 所以呢 咱们作为投资房的业主 可能除了考虑费用之外 还要衡量 他们给您提供的 那些经验的介绍 包括管理的一些思路和概念 您来进行衡量 选择一个非常有经验 很好的物业管理公司 来帮您管理后续的工作 那好多业主说呀 这个投资房 那个我自己也能管 为什么非要找一个物业公司呢 专业的事情交给专业团队来做 这句话说一定是有道理的 所以呢 投资房 如果您还有自己的本职工作 或者还有其他的事情要忙 特别是还在看别的更多的投资房的时候 一个专业的管理团队 对于您来说 可以做到事半功倍 专业的团队 他对于法律法规有非常明确的了解和深刻的理解 所以在进行投资房屋管理的时候 是完全按照严格的法律法规来进行的 帮您在某种程度上可以保持一个长期的很好的良性循环的投入 那可能有过投资房的朋友都知道 我们经常要做一个乳境inspection 就是常规的一个房屋检查 那么这个inspection要多久做一次 那每一次做完乳境inspection之后 呼噜会收到一个什么样的报告 那对于这些个报告呢 又应该做如何的反馈呢 首先讲什么乳境inspection 可能好多咱们的投资业主 对于不管这块也是耳熟增详 而且很多概念非常清楚 那其实我们在中文翻译当中可能解释为一个常规的房屋的检查 如果问我一年做几次 可能这个问题不是用数字来回答 但是给您两个建议 第一个呢 我现在服务的公司承诺是每三到四个月做一次 这三到四个月的间隔足够让租客有时间去适应这个房子 然后呢 如果很爱护房子很好的人 你会把房子整理的布置非常好 那每三到四个月呢已经达到了足够的咱们短时间的控制 如果有任何潜在的房屋的损害 或者房屋的一些维修 也是一个非常好的时间段 那当然了 如果咱们这个业主的投资房 保持一个长期的很好的租客的话 也可以建议每六个月做一次 那么这个不是一个规定的一个必须 对对对对对 就是说可以根据这个不同的公司的情况 那么根据这个房子的情况 可能会做一个也许是三到六个月的 也许是六个月到一年的一个 这么一个接着来进行这个 当然 是是是理解 因为我们每做一次 就像刚才船长问的 说可能有人会问 每次做完了以后报告 这报告做完了以后 我们怎么能知道房子怎么样 当然我们会给您提供一个完善的报告 这报告当中提供了足够的照片 来显示房屋的状况 和租客对于房屋的这个清洁和保持的状态 那报告当中也会显示 我们认为的一些潜在的房屋的维修 或者是维护的可能 刚才你提到 这个做完这种inspection或者是有时候不做inspection 那么租客也会提出来一些房屋方面需要进行一些个维修啊 或者怎么样 那我觉得呢 如果作为业主 我作为业主的话呢 我听到这个维修呢 我就非常头疼 哎呀 这个我又要花钱做维修 那我是不是说这些维修啊 我能不做呀 我就不做 而且呢 我这个维修呢 花的钱越少越好呢 这个问题其实回家起来 咱们可能要分段或者分层 首先我认为房屋在使用过程当中 正常的维护和维修都是非常涨现的事情 不管您是作为投资房还是资助房 都会有阶段性的存在一些维修 或者是维护的需要维护提升房子 那个长期保值的这样的需求 那作为物板经理来讲 即时向您来汇报房屋需要进行的维修 或者给您提一些建议进行长期的维护 对于您投资房的长期拥有和保值是一个非常好的 非常好的一个过程 或者是一个操作办法 那当然遇到维修的作为咱们法律法规上来讲 取决于是什么样的维修 如果是影响到租客的使用 影响到房屋的正常的维护一定要修 当然在修的过程当中 您可以会要求提供 我们会帮您找不同的报价 通常两个报价比较一下 哪个便宜当然是质量又好是最好的了 这个是指的比较大型方面的维修对不对 对大型维修两个或者三个报价可能是最好 当然一些小的维修 因为咱们在签这个房屋管理 授权合同当中是有一定的这个允许数额的 作为中介来讲 遇到一些小的维修 我们认为是应该进行的 我们也不会经常的去给业主打电话 麻烦的每件事情都必须要问 作为专业的管理团队 我们来带领帮您去判断这些事情 所以小的事情 我们可能就在合理范围之内 找一些常用的合作的这个工人 去进行这个维修和完善 还有呢就是有很多业主呢 就是说这个租客呀 这个欠租或者是跑租了 那这个是不是说这个物业管理的一个疏忽呢 那么这个物业经理呢 那么通过这个收房租 那么如何呢维护这个房股的利益 如何把这个损失减少到最少呢 哇 其实我听到这个欠租跑租这件事情 我也是很头疼的 尽管坐物馆这么多年 这件事情也是不能回避的 其实呢在物馆当中遇到这样的问题 是非常常态的常见的一个 那我们有有法律法规严格的规定 在什么样的一个时间段之内 应该对租客进行什么样的追租 进行什么样的提示 当然如果说达到一定的时间段的时候 我们会有这个书面的这种警告 然后在这个两次警告以后 可能就会直接让他们走赶走 这就是我们在处理物馆当中的正常流程 所以说其实欠租是我们没有办法预估的 但是我们作为物馆能做到的专业管理的 就是跟踪持交租金 提醒租客 如果还是履教不改 不能实现的话 我们就要进行进一步的法律行为 当然了在我们这个给租客 发的各种这个书面的通知的时候 我们也同时会跟业主保持这个联系 告诉业主我们现在是一个什么状况 所以我认为只要按照法律条款 按照我们物馆的这个操作流程来进行的话 那租客讨租这件事 我们会把您的损失降到最低 我也听说是不是就是作为物业管理公司 那么一般会建议那个房主来买一个 关于这个租金方面的保险 那么一旦出现这种租金方面的问题 这个保险能够cover一些了这方面的损失 对所以其实在您买投资房的 这个买完投资房以后呢 如果您一旦考虑投资房要出租的话 那业主保险是我们强烈推荐的 是我们强烈这个建议您买的 虽然不是您必须 但是这个能帮您把您将来损失降到最低 那这个保险贵不贵呢大爷一年是一个什么价格 我们常用的一个保险公司叫Terrashire 这个公司现在的价钱是359一年年费 一年是吧 对对对这个价位还是非常好 其实相对于我们10年前在做这个物管的时候 那个的费用跟现在是类似的 那时候也是300多块钱 所以实际上在这个总额上是没有涨的 所以业主保险非常非常重要 还有呢就是在啊 每一次的更换租客 在这个退房和租房的前后这个时间 屋主呢应该如何配合这个物业经理 来做好呢这个租客的交替的这么一个工作 其实这是一个挺大的话题 我只是就是流程化具体化 给您简短的介绍一下 因为里边还有很多细节 或者是相关的这个 咱们今天就不在这儿开戏说了 那我们也许会在后面的节目里边呢 给大家做详细的介绍 当然 先挖一个坑 对如果您感兴趣或者想了解更多的话 咱们有机会可以在细节上聊 正常来讲呢 呃就是说在这个房屋租约到期之前 双方会有一个异象 那如果确定了或者是租客不想再续租了 或者是业主不想再这个给 目前把这个房子出租给这个租客的时候 就会产生退租 那当然如果还是投资方行 还想继续这个通过投资 这个出租来这个行为来产生回报的话 肯定咱们还存在着一个招租的问题 所以其实退租和招租几乎是在这个交叉同时在进行的 那么呃 退租这块呢 那个当然我们对于租客这边有明确的要求 也给他提供了很多相关的信息 告诉他在退租的时候需要做什么 然后什么时候该还要是费用怎么收 这样的情况 那这些呢 其实在在这个我们不同的时间段都会通知到业主 所以让业主这边心里有个清楚说 租客潜伏到什么时候了 该进行什么样的事情 房屋是一个什么状况 租客退租以后我们会对房屋进行检查 所以业主这边也会接到同步的更新 房屋里边是不是有一些小维修需要进行啊 这是属于正常磨损呢 还是属于租客在租住期间导致的一些损坏 当然如果界定很明确是租住期间租客导致 那租客完全是来赔付 我们可以安排来这个进行维新 但是如果是为了提升房子 重新出租的一些质量的时候 一些小的这个提升啊 就是说进行维护方面的 可能是需要业主这边来投入一些费用的 这个我们也会有相应的建议 那其实我们可能更多的时候 是给屋主提供一些更新和信息 只有一些很具体的情况的时候 或者比方说我们已经找到一个相应的 这个新的租客申请人的时候 我们会把他的申请表提交给业主 那这时候需要业主有明确的批示 您喜不喜欢这个新的租客 是不是决定了把这个房子租给这个租客 就是这个决定权还是在入屋主这边 对是的 所以这时候我们是需要您的明确答复 当然我们在进行一些质量提升的维修的时候 也会通知您 那最后呢 我们想跟大家聊一聊 就是说呢 最近一两年呢 肯定随着利息的增加 那还款压力呢 会越来越大 那是不是我作为这个业主 那我就简单粗暴的 我就要求物业经理给我加租金 加租金 然后好能cover我这个不断增长的这个缓缓 那是不是就这么简单 如何正确的那么去面对这件事情呢 首先从去年到今年 房屋市场的这种喷颈式的价格暴涨 是我们之前所没有经历过的 也是我们所有人没有预期的 对于我们有很多年 物管经验的经历来说 这也是一个很大的挑战 我们也是在学习过程中 我们也是在了解市场的过程中 所以呢 我们每次在合同这个 就是去租的时候 关于房租如何涨价 我们都会跟业主进行充分的交流 根据我们的经验值 根据我们对市场 周边出租市场的了解 我们会提供一个比较合理的 新的租金的价位 当然有的租金的价位 可能已经超出了业主的预期值 有的很多业主会觉得很惊喜 那也有的业主呢 对于市场的预估值 比我们给提供的信息更高一些 那咱们之间可能就需要进行 一个非常好的这个讨论和协商 因为并不是所有 您的期望值涨的租金 租客都会接受 那为了 那其实我们这就有一个 权衡的过程中 如果是好租客 您是希望持续保有这好租客 那当然价格是最终通过双方来协商 达成一支的 那如果是不好的租客 或者说我们认为他财力完全达不到 这也是一个换租客的非常好的契机 所以涨租这件事情 不是简单的一个数字 或者一句话 能够完全说透的 就是所有的情况都是基于 这个多方的 不能达成的协议 才能完成这么一件事情 租金不能随意涨得高的离谱 如果太离谱 我们也会相应的得到 就是租客这边也会这个 就是投诉我们 也会投诉业主 实际上这对于物馆 也不是一件非常健康的事情 那如果就是说租金涨得特别高了 那么租客就是不租了走了 那么中间呢 现代房市场比较好 那可能会找租客非常的快 那可能到一个正常的状态呢 可能就需要一段时间去找这个租客 中间可能就会有几周的控租 那可能你最后算下来的话呢 可能 控的可能你损失的钱 比你涨的那个钱还要多 是不是会有这种现象发生 我船长对这一块非常熟悉 这一起做过物业 也是一起换一个小区 对对对确实 是存在这样的问题了 就是有的时候我们会衡量一个点 怎么样是一个合理的点 这个非常的重要 所以呢在这也提醒咱们投资的业主 就是说如果涨到了一个很高点 对于您的期望值很高的话 我们其实跟您是在同一个水平线 同一个目标上面 希望涨到很高的租金 但是存在了一定的 对我们I'm single 但是我们会存在一定的风险 这风险就是说租客他没有办法来达到这样的一个财力 去乘租 没有他最终只能搬走 那么在新旧租客换交替的过程中 我们不能保证说一定找到合适的 可以有能力成租您这新的出租价格的租客 那中间出现控租的话 这也是业主的一个风险 所以如果说权衡仅仅是差二三十块钱 然后最后导致了几周的控租的话 那可能就不太可算了 好了 那这一期我们就简单的先问一些这几个比较初步的一些问题 和大家所最关心的 那么对房屋出租房屋租赁 其实是一个非常大的话题 有很多的细节都可以继续的探讨 那么大家还有什么这方面的问题 那我希望您就在我视频下方留言 那么我们会再总结一些大家所关心的问题 我们再继续聊一聊 那我们这一期的节目就到这里了 那么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再见